尽管大家常说蜀汉的人才比曹魏少 因此一直无法战胜曹魏 但实际上 在刘备称帝之前 蜀汉人才积极 他们拥有的出色阵容 虽然不足以完全压制曹魏 但与曹魏相抗衡 却毫不费力 然而遗憾的是 刘备登基前连续失去了十位杰出的陈将 一个比一个令人感到惋惜 这也难怪蜀汉无法战胜曹魏 提及刘备集团时 众人通常认为 他们是三国中最弱的一方 相较于曹魏和东吴 蜀汉似乎一直在艰难地求生存 然而 事实上 在刘备占领一周后 整个刘备集团的实力 发生了质的突破 一周占领后 刘备集团参与了两场 令天下震惊的大战 首先是汉中之战 刘备在此战中 正面击败了曹操 迫使曹操撤退 获得了大片领土 这战打破了曹魏陆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让天下为之惊叹 其次是相反之战 关羽在此战中 取得了巨大胜利 使曹军溃不成军 这场战斗 一度引发了全国范围内 对曹操实力的质疑 反抗曹操的声音 此起彼伏 可以说 汉中之战和相反之战 展示了刘备集团 真正的实力 让众人看到了他们的强大 只要给予时间 刘备集团完全能够 与曹魏一决高下 争夺中原 正是因为刘备集团 展现出如此强大的战力 东吴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才采取了轻者恨 仇者快的行动 偷袭荆州并杀害关羽 从而改变了三国格局 东吴偷袭荆州 斩杀关羽的行动 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使得刘备集团 遭受了损失和挫折 直到刘备称帝之前 他们竟接连失去了 十位杰出的陈将 国事一度落入低谷 令人遗憾 正是因为失去了 这样多的优秀将领 蜀汉才变得如此被动 才无法击败曹魏 那么 在刘备称帝之前 到底失去了哪些杰出将领 他们有多么厉害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损失的四大文臣 刘备称帝前 刘备集团失去了 四位重要的文臣 分别是徐述 庞统 法正 和王府 徐述是刘备集团首位 真正意义上的谋士 他加入刘备集团之前 刘备集团处于被各方打压的境地 然而 自从徐述加入后 刘备集团焕发出了新的火力 竟然能够战胜曹军 令人震惊 不幸的是 徐述被曹操所蒙骗 若是他仍然在刘备身边 诸葛亮便可以镇守荆州 荆州也不会失陷 庞统被誉为凤厨 与卧龙诸葛亮齐名 当年刘备攻打益州时 庞统是主要策划者 按照刘备的计划 庞统和他负责进攻益州 诸葛亮和关羽则负责守卫荆州 按照这样的安排 荆州根本不可能丧失 遗憾的是 刘备没有听取庞统的劝告 导致庞统最终战死 刘备不得不调动诸葛亮前往益州 而失去了管束的关羽 悟空一切 与同僚和盟友发生冲突 最终遭到诛杀 法正是刘备获得的另一位顶级谋士 在庞统去世后 接替了他的位置 汉中之战 正是借助法正的谋略 刘备才能够轻松战胜曹操 夺取汉中 可见 法正的才能非常出众 可惜的是 法正很早就去世了 如果他还活着 遗陵之战可能就无法爆发 即使爆发 刘备也不会遭受如此惨败 王府乃是诸葛亮离开荆州时 留给关羽的谋士 他得到了诸葛亮和关羽的重视 可见 他确实有真本事 根据后续故事的发展 王府确实在料敌先机 和防患未然方面表现出色 他甚至提前察觉到 弥方和富士仁两人存在问题 劝告关羽 不要将大后方交给他们 遗憾的是 关羽没有听从王府的建议 最终导致了巨大灾祸 毫不夸张地说 从王府的表现来看 他的智谋确实非常出众 他可以说是刘备集团中的重要人物 如果能听从他的计策 荆州本不会丧失 遗憾的是 荆州只有诸葛亮能够控制住关羽 诸葛亮一离开 无论王府有多大的能力 关羽也不会听从他的建议 因此 作为关羽的随行人员 王府最终只能战死沙场 失去一切 然后是损失的六大猛将 刘备称帝前 损失了六位重要文臣 分别是关羽 关羽 周苍 霍骏 刘峰 孟达 关羽是刘备阵营的顶级猛将 他曾经以展颜梁珠文丑 和相反之战的表现 威震天下 他的英勇无畏 令曹操几乎迁都 全国上下响应其号召 改变了整个局势 这充分显示了 关羽的强大战斗力 遗憾的是 东吴的领导层缺乏长远目光 竟然在关羽尚未完全击败曹魏之前 选择发动偷袭荆州 否则 关羽不会那么匆忙地离世 关羽是关羽的义子 他承袭了关羽的武艺 受到了关羽的亲自传授 庞德的实力如何 然而面对关羽 他并未占据上风 可见关羽的武功之强 毫不夸张地说 在蜀汉二代中 关羽绝对是最强大的存在 如果不是东吴的偷袭荆州 关羽将不会战死 等待他的将是更加辉煌的未来 周苍是关羽的副将 一直负责为关羽扛刀 正因为这个角色 许多人都未能看到周苍的真实武功 将他视为二流猛将 然而 事实远非如此 周苍的实力远超众人想象 在《卧牛山之战》中 周苍与赵云单挑 身中数枪 但未死 令人瞠目结舌 此后 周苍挺拔青龙掩跃刀 行动训捷 甚至能够追上赤兔马的脚步 再次令人叹为观止 最终 周苍俘虏庞德 直接封神 从此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堪称一流猛将 霍骏是刘备手下的勇将 当年 他仅凭少量人马 成功抵挡敌军围攻 长达一年 随后还主动出击 击溃了敌军 他的英勇战绩直追 合肥之战中的张辽 而刘峰是刘备的义子 他的战斗力和军事才能 都非常出色 得到了刘备的重视 遗憾的是 在相反之战中 刘峰 因为未及时救援关羽 而招致刘备的怒火 最终被处决 孟达和顶级谋士法 正是好朋友 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的与众不同 毕竟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嘛 按照刘备的任用习惯 孟达本应受到重用 遗憾的是 在攻打上拥三郡时 孟达的手下杀了诸葛亮的姐夫 这导致他受到了莫名的贬斥 失去了刘备的重用 因此 孟达感到灰心 最终选择了明哲保身 即便关羽被困 也不愿出兵相救 关羽身死后 孟达成为蜀汉 需要找个背锅的人 他看到局势不妙 选择投靠曹魏 最终被司马懿所杀 总的来说 在刘备成帝之前 他损失了一批重要的能臣猛将 包括关羽 关平 周苍 霍骏 刘峰 孟达 徐树 杭统 法政 孟达 王府 如果没有失去这些人 刘备的势力将会非常强大 可以轻松与曹魏对抗 甚至能够争夺中原 重建汉室 这个目标将不再遥不可及 123 感谢观看